好 这里上来radio中华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那么大家可以除了听我们广播之外 可以来上我们中华流行网的脸书观望 我们中华流行网的YouTube观望 我们中华流行网的理财生活通观望 那么一并的来了解一下 我们今天特别来宾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股市创新高了 他的人生也到达了巅峰了 他简直是玩疯了 已经很久没有来我们的节目现场了 今天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他的旅游 还有他怎么看现在投资市场的一些变化 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基金医生冯志源 志源好 玉芬姐各位电动朋友大家好 还有现场直播的朋友大家好 你还记得我们节目啊 你玩多久了 你玩多久了 我每次问费用 费用就说他去韩国 他去韩国 他去日本 又去日本 他去哪里 就到处再玩就对了 其实每一次我们在三四月 三四五这几个月是我最忙的时候 就是因为 其实都是在出差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然后我们这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的礼伯基金奖 那我们礼伯基金奖的话 亚洲一路巡回 从三月初开始的 这个马来西亚 然后三月中的日本 那四月份台湾到五月份 其实我前几天才刚从香港回来 前两天才刚从香港回来 所以我想说 这个费用选的时间还挺好的 真的因为都找不到你啊 而且都看脸书上看到你都在玩 那我大概自己去的唯一的自己的旅行 大概就是四月初的时候 有去了一趟韩国 那我想说 其实我不是没有去过韩国 但是呢 就是一个 其实都已经快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是完全没有印象 而且是跟厂商出去的 那这张照片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看直播的朋友 这张是我穿韩服在警服工 有看韩剧的听众朋友 你真的很暧昧 因为我只看过女生 我从来没有看过男生穿 有男生很多 有书身 韩生很多吗 很多很多 而且看你要办什么 你这看起来很像皇帝啊 是皇帝啊 哎呀 我一看就知道 很多看那个韩剧的听众朋友 都会就会 喊一句 就好啊 对不对 对 就是王子殿下 哦哦 结果我们真的没想到 就是我们后来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他们蛮会宣传 他们的一些古迹 其实警服工有一点 类似像 中国的故宫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皇院式的一个建筑 那就是你穿韩服进去的话 你知道要租吗 那如果你穿韩服进去的话 就可以免门票 哦 对 但是如果你 他很聪明耶 你不穿韩服 你穿自己的服装 可是他没有硬强迫你 一定要穿 但你就要收门票 你就要买门票进去 所以算一算觉得说 这样穿韩服好像还蛮划算的 所以我就去租了一套韩服 想说之前也去过泰国 也穿过当地的服装 就是租这个服装是要钱的 但进去就是不用钱 但认你的服装就不用钱 然后刚好那个时间点也是 四月份 其实我三月中去日本出差的时候 我原本满心期待要看到樱花 对呀 其实是没有看到的 因为今年天气大乱 所以日本的花旗 原本说会提前开花 结果最后不但没有提前开花 而且还延后开花两个礼拜 那这个是 所以我四月初我就转往韩国 这张照片是我在首尔的一个地方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 这个地方叫首尔林 在这个地方里面其实蛮多人 所以这在韩国 对这已经是四月差不多 清明节的时候在韩国的现状 就是其实不只是日本 韩国其实也有延后开花的一个现象 那我这次去韩国我会觉得说 我们大概很多印象都从韩剧里面来的 但是我这次的旅程 其实跟韩剧 没有把它直接串联在一起 但是又不小心踩到 那个泪姿女王的那个点 泪姿女王不是 你有看吗 我有看但是我还没看完 他一直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 那个是江南的现代百货公司 对就是这一个 我知道他好像是这个百货公司的 那个女长门 对对对 女王集团 对女王集团 好我现在有孤单其末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就是说第一个他 我觉得除了建筑雄伟之外呢 里面真的干干净 而且很有设计感 还有一个喷泉 那最主要里面的店呢 我觉得也很有看头 然后最上面其实他还有一个植物园 就是看过去就是很绿化的 所以我觉得说整个视角上面来讲 你会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韩国呢 他们民族性 我觉得就是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特殊一点的 那我觉得他们在各个方面 不是只有手机而已 我觉得他们在很多地方 都在创造他们的品牌 特别你看 我觉得这一次我的韩国之旅 我就跟我朋友形容 就是说 这是一个阳光 淀粉 咖啡 的一个滋 还有樱花 共同的一个滋养 为什么 因为呢 每天都在喝不同的咖啡 去不同的咖啡店 然后不同的咖啡店 它就有不同的甜点 跟糕点 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 所以淀粉 对 就是淀粉之旅这样子 你现在是很怕 是不是 会维持身材 不是啦 我觉得说去那边 就是一个享受 所以我没有 我没有想太多 我觉得说只要有名的 我觉得真的是不错 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旅游很多是尝试 真的是 而且呢 日行两万步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 那不会胖嘛 对对对 其实就是 你又多 不会瘦啦 但是也不会胖到哪里去 其实就是因为你 每天两万多步起跳 然后呢 我觉得他们的 这个我刚讲 就是他们创造的品牌 就是说 咖啡他们也在创造 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比如说有个 Gentle Monster 有在戴墨镜的 听众朋友都知道 Gentle Monster旗下 他们自己还有一个 所谓的甜点店 叫New Deck 那这New Deck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的精致 那我自己是去江南的那一个 那刚好是在Gentle Monster 他们是同一栋 也就是说 你可能上一楼二楼 看墨镜 然后下地下楼 你就可以直接去喝咖啡了 是他品牌的咖啡啊 对 然后他品牌咖啡是 他每一件东西呢 就把它坐在 这个摊在一个 一个大桌上面 然后呢 就是一个 譬如说一只羊的造型 一个火山的造型 那个就是他的甜点 然后你要去点的时候 你要比如说 像我们就觉得说 那只羊挺有趣 而且整 全身黑妈妈的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反正就点来吃吃看 结果里面是奶酪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火山 就切开里面 整个就是 都是那个抹茶的 那个 线流出来 所以 你就说 你看到甜点 他们 我觉得 比如说像 我自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了 对 没错 真的是像艺术品一样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在自己做品牌 所以呢 有啊 你看台湾不是也 之前不是也 Tiffany 他就跟一个 他就有他自己的咖啡厅 对 没错 但是这些都是国外的 你不管是 Dior有他的咖啡厅 LV什么都有 但是呢 我们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是来自于国外品牌的 嗯 那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 这个New Deck 是一个很指标性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 什么Onion 它在一个寒屋底下 弄的一个 洋葱啊 对对对 但是他 这家非常 也是要排队的 他就是一个 也是很有特色 因为他把它 盖在一个寒屋里面 简单讲 就是类似像我们那种 百年的 超过百年的三合院里面呢 有一个咖啡厅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其实韩国有很多 很具巧思的地方 就是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他们在做品牌 是一个全面性的 他们不想要采用这种 所谓欧美的 比如说 比如手机的话 我不一定要iPhone 我自己三星的 对对对 对对 那我不一定要智慧机 我想办法 我做应该折叠机 我一开始很不看好 但是现在真的很流行 而且就流行到 好像iPhone 不得不低头 认真的去研究折叠机了 对对对对 所以因为听说 2025年要开发出来 问世了 但是你看 它已经落后 三星多久了 所以我觉得韩国在这个地方 的确有它的一个创新的地方 是跟我们很不一样的 好 你看大家都歪了 就是说我比较想听旅游 我不要听投资 你们这些坏人 都要听都要听 那这张照片是三月中的时候 我在日本吃这个寿司 这刚好在我们公司楼下 有一个叫梅登利 那其实最近 台湾也有啊 对最近台湾才来 其实我已经知道 这间店已经超过五六年以上了 我每次去我都会吃 因为第一个离公司很近 就是下班之后就马上去排队 然后第二个是 它真的很物美价廉 也要排队啊 我也以为 我也以为你在日本吃不用排队 我觉得好大一个 你这样吃就饱了 你要吃几盘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里面呢 总共有食物种料 有鸡蛋啊 什么鱼啊 小黄瓜什么 还很多 总共有食物种料在里面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 因为我跟我家人去 总共三个人 他们看到我们要点 就说不要点不要点 你们吃不完 就是不让我们点 怎么讲就是不让我们点 我觉得好大一个啊 对我们就说我们吃过 我们一定要点 有没有我手掌这么大 有很大 真的非常大 然后它总共切成八片 然后玉闷姐猜这样多少钱 我不知道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的好朋友 基金医生冯志源来聊一聊 我们先把那个美登利是不是 对对对 的那个寿司 讲完我们再来讲投资 大家要乖 要认真听投资 赚了钱再去投资 其实这个给大家看这个照片 不是跟大家讲说 这个很好吃还是什么 是真的蛮好吃的 我觉得是要凸显说 这个物价的差别 那这个寿司呢 总共有八罐 然后我们大概一个人吃一罐 大概就差不多 剩下就直接把它包走了 对啊 对就大家手掌大 那这样子呢 其实我2022年去的时候 这一份呢 是2000块日币 大概就是400块出头 今年有涨价 但是涨价也只是2200块日币而已 所以我觉得是相当合理的价钱 然后最近结果一回来 又看到就说一栏拉面涨价了 一栏拉面现在一碗是310块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日本的价钱是980块日币 大家和台币205块 你就会发现到说 其实台湾在很多地方吃的东西 特别是像这种柏来瓶进口的东西 其实还是蛮贵的 其实台湾很多地方物价其实是不便宜的 那反而是日本过去因为 其实他们这段时间并没有涨太多 有通膨的压力 但是他们本身因为怕转嫁给消费者太多 其实他们本身没有涨太多 所以才会发现说 你看这一段时间疫情之后 我每次去机场都看到是人山人海 大家都出国 都不想在国内旅游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类似像恶性循环这样子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我们回光了到那个投资的这个现场了 大家不准走了 还是要听投资 投资赚钱才能够出去玩 还是很重要 因为我刚讲说这资源 这有工作然后也有去玩 就人生都已经要到一个巅峰了 那股市其实也都到一个高点了 都在创新高 你看台股持续的一个创新高 所以今年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先跟大家来看一看 有一些这个市场都在创新高 对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大家就是看到每天新闻很多 然后突破两万点都在创新高 台积电创新高这些新闻 可能大家对自己的市场是比较有感觉的 但是其实呢 如果你把它放眼到全世界里面 其实有一些市场还是蛮突出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其实在 跟韵芬姐在节目中有多次强调 就是说我记得在去年我们就有提过 就说来年就是在2024年今年 我看好什么 其实我们那时候讲到北亚 北亚就看什么 就是日本跟台湾嘛 韩国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但是呢 在东南亚我好像就觉得就还好 反而就是在印度的部分 也是觉得很不错 那欧美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其实我们有强调美国 持续是整个科技的一个重心 所以如果我们到今年以来的话 我们来看就是 今年以来表现最好的基金类型 前面呢前面几名呢 等一下字卡来顺便可以看一下 那第一名呢是电讯服务股票 这是跟通讯类比较相关的 你大概今年以来就到差不多到最近 对对五月中 就是五月中 也就是快半年的时间 大概也可以看出个端倪 那第二个呢是边境市场 那边境市场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 其实是那些比较中东那边的市场 是比较多的 或者是靠近以色列那个地方 是比较多的 就是传统新市场以外的 那第三名呢是欧洲的新市场 你看这三大类哦 平均的基金的表现都超过20% 那欧洲新市场是因为说 它原本的激起很低 因为俄乌战争 2022年嘛 但是呢其实你看匈牙利 罗马尼亚这些市场 其实在去年有出现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回升 那今年以来有持续的在 创波段的新高 也许不是历史的新高 但是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所以这三大类呢 其实在今年的基金类型 表现是比较好的 那么其他表现有比较好的 像金融股票的 那是这个是指国外的 不是指国内的 跟国内的是另外一种 那这些基金呢 集中在这些可能跟投资银行 或者这些金融 比较大型的国际金融的一个 机构里面是比较相关的 今年也涨很多 那再来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主的 这个伊比利半岛的股票型基金 因为受惠于这个 因为今年其实绿能 这一块很夯 那西班牙有很多重量级的公司 就是在这一块里面 对 那么像公用失业的股票 那今年黄金跟贵金属也涨很多 所以这几类的股票型基金也涨很多 那另外来讲欧洲的部分 你看除了英国之外的 这个股票型基金也涨很多 都在前几名14.7% 那今年油价有翻起来 因为这个中东的战事的关系 那平均的能源的股票型基金也涨了差不多14.6% 那几个比较好的像意大利 那再来美国 美国才跑到这边来 所以你看前面其实都是跟大家想象的是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东南亚市场的话 大概只有马来西亚是比较突出一点的 那科技类呢 大家一直在讲AI 科技类的呢 或者是这个什么 美股七雄 Magnificent Seven 这些咨询科技类的呢 今年是13.5% 印度出来了 印度中小型股票型基金13.4% 结果呢 我们台股基金还没有排在里面 你就发现竞争真的是非常激烈 反而是中国的中小型股票型基金 我不晓得各位听众们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人没看中国了 对没错 但是这段时间涨最多的是谁 是港股 还不是中国 我刚刚讲 其实前几天我才从香港 你去香港吗 对 那我这次就有观察到 跟香港的朋友吃饭呢 他们就有提到 就是说 香港因为反送中之后 其实少了很多人 大概至少他们移民了 超过50万人出去了 你知道吗 有超过50万人离开香港 所以呢 现在来讲就没有这么的 真的 比较相对萧条一点 跟以前真的差很多 其实说实在以前 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香港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一个 基金医生冯志远 来谈一谈 因为刚刚提到香港了 香港其实我们有无限的一个怀念 过去他的经济活动 其实非常的热络 对 那有钱人去开户了 又或者是他是一个金融重镇 那吃吃喝喝玩乐 都有啊 都有 对因为 现在的氛围你觉得不太一样了 对 当然我觉得有几个差别 就是因为97年回归中国大陆之后 其实香港的经济迅速的崛起 因为它高度连结这个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其实也释出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政策 所以让很多大陆人其实都跑去香港去买东西 吃东西 旅游啦 这一类 所以你其实 中国大陆的旅客占香港的总旅客量 大概就是八成 哇 八成量非常的多 但是呢 你看疫情之后 他们又要跟中国大陆一样动态清零 所以香港其实在亚洲国家里面是最晚解封的区域之一 那去年是香港回复正常状况的第一年而已 所以但是我们看到说 我刚好昨天在看那个历史统计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现在去香港的人数 就是国际旅客家中国的话 大概只有回到疫情前高峰 2018年是最高峰 大概6000多万人吧 他大概高峰的55% 也就是五成多一点点而已 然后中国大陆其实去香港的人数呢 还是占最多 但是还是没有以前那么多 也是占差不多 也是占差不多八成 但是整体的也是不如疫情前 也是回复到疫情前的差不多五六成上下而已 所以我觉得在消费面的部分大概就差很多 所以最近其实一段时间 其实港府他们在推销香港的这一块上面是着力蛮深的 像我昨天就看到说 Trips.com有一个买一送一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你假设我跟云芬姐两个人同一个时间去香港 那就就是买一张机票送一张机票 国泰航空有这样的活动 那当然细节我还没看 我想是有一些限制 应该是同时出去同时回来 然后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 我也参加那个国泰航空的一个乐透去抽机票 我就抽到了 他抽到一张机票 就是可以让你五天 就是有一个五天的期限 你可以去安排个三天两夜 四天三夜 反正在五天的期限之内 你都可以免费的用这张机票 你可能只要付一些燃料税这些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香港很积极的要想要把旅客的部分给找回来 因为这样子来讲 其实对他们整体的一个提升 才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 在经济方面 那我们看到就说除了中国 然后香港的一些表现之外 今年我觉得一枝独秀的还是科技 所以如果用主动型基金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是以科技型的基金为主 那表现都比大盘好很多 对没错 所以我们刚刚先帮大家归类一下 就是说我们刚刚这样讲 那几个表现真的比较好的单一市场 大概就日本 台湾 韩国也不错 然后印度 然后产业类的就是集中在科技 科技就像AI通讯类带动的 那如果说我们就个别基金的话 我这一页帮大家筛选出来 就是我们把ETF排除掉 纯粹就是主动型的基金来看的话 表现最好的 可能大家意料之外 叫做统一大中华中小基金 这个是属于亚太区中小型股票型基金 这让我觉得意料之外 中小应该没有台积电 而且他有大中华这三个字在里面 对 他被中国拖累 对 结果没想到他第一名37.8% 第二名也是统一的 第三名也是统一的 是统一的全球新科技37.6% 它是属于科技类的 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 第三名是统一的新亚洲科技能源基金 今年以来35.9% 哇他咬得很紧 大家都快四成 但是都是差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其他的像赵峰全球 元宇宙 富华富华 富兰克林 华美的一个全球成长 汉亚的美国高科技 富华的全方位 这些我们列出来的 大概不外乎就是 美国科技类的 台湾的 大概就这些 就算全球 他美国的比重也很高的 当然还有些互联网的 其实大概也是算在科技这里面的 然后这时候我想说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意外 我就把前两名的 这个绩效最好的主动型基金 把它摊开来看 就是看绩效 他们绩效好的原因是 因为买了哪些股票 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 对你看我像我第一档 我就很怀疑他一定没有台积电 对他没有台积电 可是他有什么 他有华城 还有华城 而且还有什么 齐鸿 金像电 建策 然后这是国内 因为他其实是属于 大中华的中小型 就是跟中国相关的 中国概念相关 他都涵盖在内 他其实是非常的广 那国外的股票 那就看接近人的厉害了 对对的 他第一名的股票 比重最高 他选谁 辉达 对不对 那这个跟大中华 好像是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反正就是跟中国相关 中国概念相关的 那另外他还有以前的股王 四星KY 他还有什么美超围 美超围是不是今年也涨很多 涨很多 对 所以其实呢 这些就是让他之所以绩效 这么突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第二党呢 第二名的统一全新科技基金呢 我也把它到一个最新的持股标的 那第一名也是谁 也是这个NVIDIA 会打 厉害了厉害了 对 那第二名是这个Vertif 那这家公司是比较名不见金赚的公司 一个跟电力相关的 结果查了一下 哇这张股票不得了 从19块 从不到20块 涨到100多块 涨了差不多快10倍 9倍快10倍 所以这个很厉害 那另外像Eton 四星KY他也有 还有像Dale 美超微 微软 这些其实你会发现说 这些公司 真的就是在国际的竞争力上面 或者他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 他跟传统我们所讲的这些所谓的 像我们之前想说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投资的话 那你就投资像美股七雄 Magnificent Seven 这些微软 苹果 特斯拉 这些 但是你看这七档里面 真正表现强的只有谁 大概只有这个NVIDIA MATA还不错 但是因为他诈骗太多 他赚这些诈骗的钱 赚不易之财 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最近我也发现 这些科技股的老板 都在卖股票 对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说他其实卖了很多 大股东是不是都觉得很高 我觉得不太一样 可能因为像比如说像MATA 像祖克博 大家就觉得说 他比较挥霍 是因为他常常把公司赚了的钱 不是要的拿来去投资干嘛 所以他公布财报之后就暴跌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 对高点来讲 就是我觉得要看 对公司的展望如何 你说像黄仁勋 我觉得他应该没卖什么股票 因为我觉得他是蛮看好 自家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成长 的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主动型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昨天在跟菲荣在聊的时候 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在讲这一两年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要进广告 好 欢迎回来理财 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基金医生冯志远 刚刚有提到了 就是如果以科技型的基金来讲的话 因为主动型 你就要看到基金进人 他其实要很会挑的 对 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 就是说像这一两年 我们在谈投资的时候 因为市场目光的焦点 好像都是在ETF身上 但是其实呢 我说台股基金或者是这些 我们在台湾买得到的这些境外基金 加起来大概有两千多档 其实还里面很多瑰宝的 那我想这一个 我为什么列给大家看 前20名今年以来表现的最好的主动型基金 我想很多都是大家不熟悉的 因为可能很少看过 那我觉得刚好也是一段时间 我们好好来看一下 这些经理人 他们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如果我们以绩效表现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跟ETF相比 我觉得很多 他还是比ETF好一些 好很多 就是说当然也有落后的 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看这些领先的 然后看他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投资逻辑跟选股逻辑 因为最主要呢 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主动型基金的话 他不像这个ETF这么的透明 他会每天公布持股给你看 他大概就是一个月每个月公布给你看 但是可能到他公布的时候 他就已经调整了或换股了 也不一定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方向性 是一个存在的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提 这个统一的这个前两名的 这个股票型基金 其实我个人还蛮惊艳的 这两档我也是过去比较少看的 但是因为他们绩效真的很好 所以我就把它挑出来看 结果就发现说 你看我们刚刚讲分析他的持股的重心 他不是只是在国外的 还有国内的 而且呢是两大市场 是国外的跟国内的都是标股 都是像什么 你如果真的不 比如说华晨 这大标股啊 但是你不一定敢买啊 对啦 对不对 这种接近千元的 对不对 但是呢可能他们很早就布局了 那或者是像挥达 所以你很看好AI 但是你还敢去追挥达吗 对所以如果你不敢买 或者你真的很想买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介入的时候 我常常会建议大家就是 你投资这一类 有投资这些个股的基金 其实就是最好的入手点 为什么 因为你不敢买吧 这些经理 这些经理人有研究团队啊 他可以帮你买 而且呢 他可以帮你控制比例 他会每天帮你看 他会觉得涨多了 他就把它卖掉啊 帮你获利啊 那所以你整体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以这种不到半年 但是呢 投资报酬就有四成的一个好表现 其实还是蛮好的 对而且你刚办完基金讲 你应该感触很深吧 对啊 就共同基金都没有人要理啊 他的市场的规模也是持续的 我觉得在消退当中 我觉得10年和东10年和西啊 以前我记得在2005年 就是我在汇丰的时候 那时候计划金超红的 对 大家都很红啊 而且谁理ETF啊 那这个我相信大家就比较熟悉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榜单 我觉得真的是 大概每一个人都有啊 其实表现的很突出的 他的一个绩效 我觉得也是相当好 都有超过两成以上 也不错啦 第一名是0052 富邦台湾科技 26.7 这也是老牌子啊 你只要看那个很短的 你大概就知道是老牌子了 然后00895富邦未来车 00926的凯基全球精英55 006208富邦台湾采集50 0050 还有00700富邦的恒生国企 还有00757的统一 这个金牙谷FNG Plus 还有00881的国泰5G Plus 00830的国泰美国费成半导体 还有0053的元大电子科技 00种种呢 其实呢 有看出关键嘛 科技嘛 科技啦 半导体啦 美国啦 对 大概就这一些 那你如果想像第一名0052的话 其实今年呢 表现好的ETF 一定都是这三个字 我真的觉得他们公司 真的很不会做行销 真的吗 那真的很不会做行销啊 你看0052其他表现的不错 对 对不对 真的就就就就 006208也很不错啊 6208也不错啊 但你也没听过 对 其实他们干嘛不做广告 这么有钱 006208人家讲就是说 0050的孪生兄弟 是是是 因为最终的指数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看它两个的表现 其实是差不多的 大概只有在费用率上面 有差一点点 他好像比较低一点 对 他真的不会行销 其实这些台 如果跟这个榜单 我们这前20的榜单里面 如果跟台股相关的 像0052啊 006208 0050这些呢 我总结大概就是这几个 大概就是有红海啦 不然就有台积电 未来车可能也有 对没错 未来车的话就是有 我讲说如果是这个榜单 就是三个字 红飞机 红海 灰 这个 灰达 灰达 鸡 台积电 红飞机 红飞机 就是 这三个字 你大概就代表了 为什么这些ETF呢 它之所以可以比较 突出的原因 我们去年在讲的时候 都是高股息 你看有没有 高股息有没有在里面 好少哦 很少 很少哦 对啊 待会会看 几乎没有 几乎都没有在里面 它科技真的是 你看那个费城半导体 对 那像00926 凯基 全球精英55 它这个我觉得 也是还蛮不错 蛮特别的 就是除了传统的金牙股之外 也增加像这个 辉达 这些 比较全球性的 这些个股 Visa 这些公司在里面 那未来车呢 可能觉得 Tesla表现不好 为什么它这个 富邦未来车表现那么好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他们持股 通常不会只有一档 对 Tesla表现不好 但是呢 跟所谓车子相关的概念也很多 像他持股第一名就是谁 辉达 所以你持股里面 有辉达的情况之下的话 就算Tesla不好 他有Tesla 但是因为 我们有讲过 ETF就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单兵作战 对他跟着指数走了 对他是一个 他选择的标的 对你就是一个将军 你在指挥这些 点兵啊 这个 调兵铁匠将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 你的个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 说我们在分析基金的时候 医生在分析基金的时候 或ETF 一定是看他的投资逻辑 还有他的一个标的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你可以看出一个端倪跟方向 对 待会还有右边 我们先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的好朋友 冯志源来谈一谈 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 今年比较好的ETF 刚刚讲几个关键字 就是科技 然后美国 然后也有一些半导体 或者是像台积电 你刚刚讲过 它是比较市值大一点的个股 或者灰达了 但我们看右边 右边可能也会让大家觉得很失望 因为找不到他们心目中 很期待的 这些当红的ETF 这为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一些 从11名开始 有00770的国泰的标普 我告诉你 这些大家都不熟 00911的赵峰洲际半导体 0057的富邦 台湾摩根植户股票型基金 006203的元大摩台 这些都是比较 真的是比较冷门一点 00752 这个还跟中国有比较相关的 中国信托MSCR 中国外资自由投资50 不含A股跟B股 00692的富邦 台湾公司治理100 这跟ESG相关的 00905 00912 00915终于有了 这是一档高股息的ETF 就这一档 海基的台湾优选高股息 这档也很少人知道 这家公司也不做广告的嘛 对但是呢 不做广告没关系 但其实它的一个绩效表现 绩效就是最好的广告 对对对 我觉得真是像 Performance talks 所以呢这一些你会发现到 就是说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高股息ETF 00919 929 939 940 好像都没有在里面 对都没在里面 那我觉得是不是没有在里面就不好 也不是这样子 因为一来你是统计这半年嘛 如果它没到半年 你大概也没办法统计 对新的一定没有在里面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呢 去年我们在讲排行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市值型的 那几乎都看到高股息的 因为去年就是那些我们有讲过的老AI 你可能因为殖利率比较高 他们原本就是无心插流 但是投资了一些AI股 但是今年的流行是什么 全资股 你想不到的台积电可能大家觉得还表现的就是一如预期 终于爆发了 鸿海可能大家没有想过 就是可以涨那么多 而且它持续在飙 所以还有金融 我觉得金融也是表现不错 航运最近也表现得还不错 我觉得鸿海你说实在 我觉得也是ETF带动起来的 他第一大的一个 对但是他也真的沉寂了很久 对啦 可是他第一季也不怎样 对对对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 他就是一个 我觉得说市场的板块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 不会只是一种好 所以呢 假设你有一笔钱 不一定要全部放在高股息上面 你可以放一些高股息ETF啊 还有一些所谓的市值型的ETF啊 或者是国内的 你买得到的这些基金 你可以挑选一些 就是说可能他投资标的是 比较耳熟能详 但是又投资在国外的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会做负委托 但有些人想要做负委托 所谓负委托就是投资这些海外的公司 但是他不晓得怎么投资 或者觉得很麻烦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买这些境外基金其实也是不错 因为他的标的直接投资在海外 他都帮你买好了 你都不用去想说 你这一笔钱只能买 回答那么一点点 不知道几股 或零点几股 对不对 那你可能还想买其他的 但是买不起 买不到 其实我觉得基金就是一个最好的综合体 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 就是说 我觉得趋势还是没有改变 我觉得到目前都没有什么败向出来 我觉得还是很持续 就是说AI这个体材 听说黄正迅已经快要来了 对又快要来了 所以大家又很兴奋了 对对对 天气热他应该还是会穿这个皮夹克 这样子 好热啊 就是要把气氛炒热嘛 炒热台股 一定要热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体材 那我觉得 接下来会不会看他去买肺子粉 供应链 这些相关的供应链 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台积电以下 带动这些相关的 我觉得这一类的科技股 在台湾还是真的是户国神山 但说实在的 就是说科技股之外 大家更喜欢的是高股息 那如果科技股跟高股息高 这样你会怎么看呢 我觉得看你的投资属性 对对 我就要看自己的属性 如果你比较习惯 就是固定的时间 有这个现金流进来 你不太在意说这种短期 说有些可能绩效比较高 但是我不在意啊 因为他没有股息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可以稳稳的去投资 这些高股息的ETF 但是你就不要心有杂念 觉得说 我的高股息ETF 为什么涨得没有人家多 那表示你的心态就不对了 但是如果你会觉得说 高股息ETF 你想要稳稳的月月配 或计计配 或半年配之外 你还希望说有一些 比较冲的比较快的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挑一些 我们刚刚讲到的 市值型的 或者这种国外布局的这些 ETF 或者甚至于是主动型的 股票型基金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就讲嘛 这个板块会轮动吧 像最近的话 船产 比如航运跟金融 其实又有在突围的一个状况 长得比较明显的一个状况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的 00915它会比较 表现比较突出 就是因为它有 它除了科技之外 还有其他的板块在里面 还有金融 还有航运在里面 所以这也是让它整体的一个绩效 为什么会比其他的高股息 如果高股息像最近可能 科技股比较被压抑一点 大概只有全职股表现比较好 中小型反而表现的是 比较压抑的情况之下 可能这些跟科技相关的 高股息ETF 就没有表现的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 你自己的一个投资属性 并不是说哪一个ETF 或哪一个基金 一定就是你买了无脑投资 买了都不用去想 反正一定会赚钱 不行不行 没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大家还没有经历到空头 因为现在都还是在多头 哪一天进入到空头的时候 那就是真的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考验的时候 而且说实在 也不得不提醒 就是说大家在抢高股息的时候 股息都已经在2万点了 你看如果以我们过去的经验值 你看我们看过几次历史的高点 对那历史高点之后会怎样 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风险 就是说它会波动会上上下 就算是在2万点 其实我记得在两个礼拜前 也杀了一波 还蛮深的 对不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短期的波动还是蛮大的 会大 那如果说有ETF人怎么办呢 就 一样 沉住气 对就是ETF 我觉得还是要一个 比较长期的一个投资 那操作策略上面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 你如果之前已经买了一部分的 那我觉得现在应该大部分都赚钱 现在才想要买的 现在才想要买的 要看你持有的时间点 之前很多人下车都赔钱 对就抱不住了 就觉得很恐惧 因为你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 你才会恐惧 对 你不知道买什么 而且或者你又想 比如说有一些新的ETF 你可能去追了 那可能就是还是处于一个 套牢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还是一个比较放长一点 最重要的是你还是要建构 你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观念 你到底要稳定的收息 还是希望说这个基金是一个比较冲 比较处于攻击性的 还是你是需要一个比较balance 一个比较均衡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去布局的 你可以去看你的自己的一个投资需求 然后看他一个投资策略 来决定你自己的一个投资标的 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结了 就是基金表现比较好的主动型基金 跟基效比较好的ETF 就让大家能够知道 就是主动型基金跟被动型的 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然后基金界人选股的一个 独特的一个优势点 还有就是你持有ETF 也不是以明星 或者是以那种广告行销量 为主要的诉求 我觉得这个是回归到 最基本面以绩效来告诉大家的 对因为主动型基金经验的话 最重要就是它一个操作策略 所以它其实呢 他们的团队 决定的成分是比较大的 ETF比较不一样 ETF就是看指数 指数就是它的一个圣经 指数告诉你什么 你就要买什么 你就要布局 算一下它比例是多少 不能多也不能少 所以不是基金经理人 了解了解 好这个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基金医生冯志源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了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秀源大牌已经到了 就马上把时段让给他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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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